刘潭点点头又重振了精神 坐直观看楼下 免得漏听了名字 然而越听心越沉 第六名 扬州考生周庆 第五名 第三名 太史书院考生 靖左荣 他的一声催响 刘潭盖上手中的茶盏 手指微微颤抖 嘴角泄露了一丝苦笑 与此同时 左席一声大笑 刘昊稳坐泰山 不为别的 这第三名 正是韩文广的弟子之一 两旁官客正要恭喜 被刘昊抬手制止 有意无意的扫了一眼刘潭 站起身来 走到了栏杆处 事宜御史继续宣读 第二名 太史书院考生 盘明 刘昊的眉毛抖了抖 虽不如意 韩文广另外一名学生 不是算子魁首 却如愿以偿 得了两名三甲 盖过了刘潭 他在一片紧随而至的 道喜声中 手扶着栏杆 满面春风地转过头 远远地朝着 面色发灰的刘潭 一瞬间 竟显得是盛气凌人 哼 九弟 这一局 可算是为凶胜处 你是否幸福 迎上刘昊这样熟悉的目光 刘潭煞时似乎又回到了小时候 脸色发白 暗地里握紧了拳头 咯吱地作响 他极力按捺住满心的布干 缓缓地起身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挂在脸上 正要应答 衣袖却被人冒冒失失地揪住 他一个停顿 转头去看 但见虞书立在他的身侧 脸上挂着一丝不正常的潮红 两眼散发着诡异的亮光 死死地盯着楼下 正在咳嗽的玉石 等等 虞书拽着刘潭 声音很轻 心口却呼呼通通地跳着 一个念头回荡在脑子里 还没有念到他的名字 还没有念到他的名字 顾 育室终于咳瞬了气 重新打开了榜单 目光一扫而至最顶端 盯着那朱红刺目的一笔 郑重地宣读 第一名 易阳县考生 虞书 虞书有一瞬间耳鸣 什么都听不到了 紧接着 菲利就好像正有一股舒爽的气劲 源源不绝地奔涌出来 飞快地串动到他浑身的每一个毛孔 打通了他每一个毁色的关节 拨的一声笼罩了他 魁首 他是算数一颗的魁首 仅有两膀三甲的大义尸 才能够避尖的算子 嗡的一声 随着众人的反应 穷玉楼上如水滴油炸开了锅 经过这些日子 谁都晓得九皇子刘潭 找了一个替补的昆熙 前不久才中了奇数第二 当时不少人感慨 这个尚无魁首的年轻秀源 谁能想到短短七日之后 还是这个小姑娘 竟然摇身一变 稳坐了当今炙手可热的算魁 这一时的峰回路转 柳暗花明 没有人料到这种戏剧性的局面 刚才还是一副胜利者姿态的刘昊 一脸恶然的愣在了当场 而原本不该认输的刘潭 却成了今年双洋会上最大的赢家 好啊老九 原来藏得最深的是你呀 刘震最先从椅子上蹦起来 一脸苦笑的指着笑傻了的刘潭 又指了指他身旁的虞书刚想说什么 忽然记起这位此后身份变不同了 于是拱起手礼貌道 恭喜于姑娘夺魁啊 三年大眼六科之内 算学最为独立 其他五科登一榜的能称一师 登两榜的竟称为大一师 三榜魁首 薄塔顶尖的义子百年不适出 在这之下 论位分高低 又有两榜三甲 三榜三甲 这也是二十年难得已见的 唯有蒜魁 或三年六年能出现一名 通通是京城之首可热的人物 哪一个不是红极一师 而且虞书这个蒜子 还附了一个含金量十足的 奇数三甲 两榜蒜子 这可是个大稀罕 若再细想 今年蒜树三甲 第二第三都是寒门广的弟子 有了比较 虞书这个第一 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恭喜恭喜 虞姑娘年纪轻轻 便能有此过人之能 真是让人佩服呀 这楼上 有心眼的 大多当即起身 向虞书道贺 吴不是有心结交 这位前途不可限量的 女蒜子 当然 也有不少的人 有吃酸葡萄 暗地里眼红 在此先不多说了 这边虞书 被上前倒席的人围住 硬结不暇 另一头阴云密布 刘昊身边的人 感觉到 他的怒气 大气不敢喘 只有季星玄 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嘴里喃喃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刘昊怒急了 听到他的言语声 转过头盯着他 难言火气 低声咬牙道 哼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不是 兴事淡淡地告诉本王 有韩文广的两名弟子在 这一棵算术 无人能出左右吗 若不是有季星玄的保证 刘昊也不敢孤注一掷 提出和刘谭 在这一棵分的胜负 这回可好 一招失算 满盘皆输 别说是面子 连里子都丢光了 季星玄神情恍惚地抬起头 对上了刘昊的怒容 梦然惊醒了 眉头狠狠一皱 轻着脸塞 心中泛起了惊涛骇浪 虞书怎么可能会是钻科的魁手呢 别人不清楚虞书的来历 他却明明白白 一年前还只是三叔窃房名下 一个不屑无数的丫头 据说连字都识不得几个 身无慧根 命相极差 即便是败了清真道人 那等的高人为师 可是凭他的资质拙劣 再怎么勤奋努力 也绝无可能 短短一年就脱胎换骨 胜过旁人苦学十载 不对 不对 究竟是哪里不对 季心悬是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脸色越变越差 手指抠着膝盖 不顾刘浩冷眼质问 突然他站起身来 目光越过几排座位 落在了那一道 意气风发的人影身上 他极力想要回忆一年之前 在一阳城记家 见到过的 虞书是个什么模样 然而眼睛都叮红了 好似走火入魔 脑海中被唤弃的记忆 却是他身在大狱的 那一个夜晚 阴暗潮湿的牢房里 那一脸让他胆寒心惊的凝笑 打了个寒颤 记心弦腿一软 坐回了椅子上 七哥 刘弹好不容易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隔着不少人一声呼唤 两手重重的抱拳 红着脖子朝刘浩大声道 敢问七哥 今年双羊会 可算是弟弟我胜了 楼上很快安静下来 多少双眼睛转移到了刘浩身上 就看宁王殿下如何收场 刘浩此时是十分难堪 不好在众人面前发作 两手背在身后 拇指上的紫玉扳指 捏得是咔咔作响 朝着刘弹扯了扯嘴角 九弟的运气 为兄自叹不如啊 即便是认输 刘浩也要维持面延 丢下了这一句话算是交代 便甩过袖子 转脸就拉下了脸 他大步的离去了 没有分好耐心 再留下来同刘弹作秀 办出了一副宽宏大度 刘弹勉力按捺 才没有当场大笑出来 转头去看虞书 那眼睛柔和的 几乎能掐出水来 算不得冲动 他不慌不忙的 端起了桌上的茶盏 做了一件不久前刘浩 才做过的事 但见他两手朝虞书一静 朗声道 此次双羊会上 小王能够一马当仙 辱居守宫 连房姑娘 真是乃武之福心也 四周立即静下了 在场有眼睛的都能瞧出来 刘弹这是要给心静的 女蒜子造势了 于书两眼金光四溢 塞上的红巢未退 本有几分清秀的脸庞 此时竟然隐约泛着光 面对皇子的敬茶 丝毫没有受宠若惊的模样 两手座衣声音轻亮如全 不负殿下所望 说吧 接过那杯半冷的茶水 一饮而尽 台秀抹去了嘴角的茶水 原是一个粗鲁的动作 硬叫他做出了女人家没有的洒然 虞书心里 刘弹这一杯茶 他当之无愧 楼上热闹 人情激动 很快消息就飞走了出去 今年双阳会上 出了十年难得一见的 女蒜子 薛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在望鸡楼写信 差遣去太成寺看榜的酒楼伙计贵妻 冒冒失失地跑进来 连门都忘了敲 公子 薛瑞笔下未停 头也不抬 好脾气的 邪口气再说吧 他知道余书算术的能耐 对于他不会落榜 还是有很大信心的 只是不晓得能抬到第几名 贵妻憋红脸 急着想说的话 却卡住了喉咙 他使劲跺了一下脚 捶了捶胸口老痰 带着一口吐沫星子脱口道 姑娘他高中榜首 就是当算死老爷了 薛瑞的手颤了一下 尸首在快要写好的信纸上 划出了长长的一道 他盯着那浓浓一笔墨痕 好半赏 才在贵妻的换身中 回过神来 公子 您没听清楚吗 鱼姑娘算科考了第一名呢 那墙上的红纸金字 小的看了十几遍 绝不会错 回应他的是薛瑞突如其来的 一连串莫名其妙的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 啪 薛瑞将毛笔随手置在了桌上 摇了摇头 一团揉碎了的信纸 神采奕奕的站起身道 背车 刘潭留在双阳会应付众人的奉承 派人先送于书回家休息 准备第二天入四天间 面见大提点 虞书走之前 星柳还依依不舍地拉着他 非要他答应摆宴庆贺之前 一定要通知他 好让他准备礼物 虞书满口应下 被刘潭的侍卫护送 坐着一顶软轿回了家 一路上 轿子里不时传出了痴痴的笑声 过路的行人听到 不清楚的 还以为里头坐着个傻子呢 虞书也实在是乐傻了 他不是没有幻想过 能够在算学艺科上夺亏 但是由于他一直以来人品极差 好事大多轮不到他 一开始就没有抱什么希望 谁想他羁押已久的运气 全在今日爆发 一跃便从一个无名小卒 成了上流人物 对于这个结果 他虽然意外 仔细想想 倒不奇怪 本身他的数学知识 就超出了这个时代许多 在整个大安潮都是佼佼者 再加上上辈子 十几年的积累 一点一滴 都是他努力学来的 只能说他逢时 却不怪他投机了 虞书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就听到鞭炮声喧天 锣鼓声巧地 撩起帘子望出去 远远的就看见前头一片 白茫茫的宵雾中 到处是人影 密密麻麻的围在他家门前 人声沸沸 虞书心想 定是报喜的官员到了 才有这么多人跟过来看热闹 赶紧叫停了轿子 不想就这么过去 被人堵了 停轿 打发走流潭的侍卫 虞书仗着没什么人认得他 挤过人堆 刚看到自家大门 就看到贺金之 扶着大肚子的赵慧 两人恍恍惚惚地咧着嘴 裴静得意洋洋地挺着胸扶 而前来报喜的几名官员 都客客气气地 与他们说着喜庆的话 虞书看到这种情形 就没有往上凑 不动声色地退出人群 打算在附近溜达溜达 等热闹过去后再回家 免得他这一露头 附近围观着的 等着看女算子的人潮 就更不肯散了 虞书两手抄着袖子 美的是轻哼着小曲 刚走出去没几步 就被人一手勾住了领子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背后贴上来 低笑盈盈 温热的鼻息 几乎挨着他的耳朵 咱们的算子大人不回家 这是要上哪儿啊 虞书听到这调侃声 吓了一跳 傻不愣登地扭过去 看到面带戏虐的薛瑞 眼睛刷的就亮了 一个蹦跋地 抓住了薛瑞的衣袖 迫不及待地 将喜悦之情分享给了他 大哥 我是鬼手了 我考了第一 薛瑞见他高兴地撒欢 连忙将手指在嘴边比了一下 指了指后头一层层的人对 噓 小声点 你将把人都招过来呀 我们先走 说吧 便顺势牵住了虞书的手腕 拉着他远离人群 隔着一层衣袖 感觉到他脉搏扑扑有力地跳动 他的眼睛忍不住弯了弯 收紧了五指 卧牢了他 两个人来到无人的街角后 薛瑞停下了步子 转过身 慢慢地松开了他 好了 我们在这儿说回话 等一会儿我的马车就过来了 虞书点点头 不一会儿 脸又高兴红了 只忍不住 想在薛瑞面前 蹦个三丈高 好发泄一下 心里藏不住的欢喜 他伸出两根指头 在薛瑞的眼前晃了晃 大哥 我现在是两榜三甲 蒜子大先生 乐坏我了 你不知道 我上午在穷女楼上 等着人发榜 心急火燎的 最后听到自己的名字 当时就想跳进春兰河里 游一圈呢 薛瑞忍俊不静 笑容直达眼里 他微微地低着头 看着这个头 已窜到他下巴的虞书 看清他眉飞色舞的脸庞 得意洋洋的小模样 心里不尽有些痒痒 就像什么东西 爬在了心口上 这里挠一下 那里挠一下 按捺不住 同他亲近的心情 薛瑞此刻 不去多想礼数和伪装 抬手抓住 他那两根乱晃的手指 另一只手 屈指刮在虞书圆圆的 笔尖上 纵容他肆意的姿态 好像他本该是如此张扬 哼 你呀 若说这一次 他能够在大言誓上 大放异彩 还有一个人是必须要感激的 非是薛瑞莫属了 若不是他用心地说服 他当初根本就不会 动心要参加大言誓 若不是他的安排周到 他也不能顺利地参加大言 若不是他的细心设想 他更没有机会偷进太史书院 翻看那些宝贵的卷子 才能信心满满地参加考试 薛瑞在这当中 对他的帮助太多 不能一一列举 但他都记在心上 可以说 没有遇到薛瑞 根本就不会有他 这一天的风风光光 所以 能够遇上这样一个知己 他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我应该说 这一天的风风风光光